《詹言》二十五章二至三節 《將事隱備乃神的榮耀,將事擦清乃君王的榮耀, 天之高,地之厚,君王之心也拆不投。》 歷代歷世以來,神都是以超自然介入的方法, 將萬事萬物的原則和定律,用傲備來刻意隱藏。 不但是普遍人,甚至年地上的皇帝、 神宰和管理者,都未能參透萬事萬物的隱備事情。 《生命記》二十九章二十九節 隱備的是,師叔耶和華,我們神的, 唯有明顯的事,是永遠屬我們,和我們子孫的, 好叫我們,遵行者律法上的一切話。 神將事隱備,直至顯出神的榮耀, 成如但以理書所記載, 神將關乎將來五大王國的興起, 世界末口七年大災難, 以及敵基督的出現, 都藉著異夢,以奧秘的方式, 給予當世代,國際最強大的霸主, 尼布甲尼莎王。 這個異夢,成為了一個隱備的謎題, 令尼布甲尼莎王,百思不得其解, 甚至,神使尼布甲尼莎王,忘記這個夢的內容。 將萬事萬物的奧秘障, 一直是神的榮耀, 原來,在整個人類歷史裏面, 有很多事情,是神刻意隱藏, 成為奧秘。 目的,是要在歷史裏面, 製造出一個有一個極大的謎題, 讓每個謎題都成為人類不同階段的試煉, 讓人藉著不斷尋求神, 破解一個有一個謎題, 得著獎勵和高聲。 當有人能夠將萬事萬物的奧秘刷清, 神就賜給這個人, 擁有比地上普遍君王更崇高的榮耀。 例如,《舊約聖經》著名先知, 但以理和約瑟, 他們在列國的君王面前, 都是秘密揭示者, 善於解謎,揭示當時代的奧秘。 甚至,即使尼布甲尼莎王, 已經忘記異夢, 先知但以理, 卻仍然能夠為他解夢。 所以,練崇高君尊, 不信耶和華的尼布甲尼莎王, 都要苦伏拜誕以理。 先知誕以理, 能夠拆清神刻意向世人隱藏的謎題。 所以, 他能夠在神面前, 解答這些人類歷史中的事題, 而得著這份君王榮耀的獎勵。 約瑟同樣是秘密揭示者, 能夠解開神給予他一個有一個的謎題。 例如, 約瑟能夠幫酒靜和麵包師解夢, 甚至為法老皇帝解夢, 最終得到法老賜名, 薩法拿提巴內亞, 意思是秘密揭示者。 另一個在舊的聖經裡, 善於拆清謎題, 而擁有君王榮耀的, 就是被公認為, 世上最有智慧的所羅門王。 《列王記上》, 四章, 二十九至三十四節。 神智及所羅門極大的智慧聰明或廣大的心, 如同海沙不可策量。 所羅門的智慧超過東方人或埃及人的一切智慧。 他的智慧聖過萬人, 聖過以斯拉人以探, 並馬國的兒子希曼, 隔閣達大的智慧, 他的名聲傳輸出四圍的列國。 他作針言三千句, 詩歌一千零五首。 他港論草木, 自來巴嫩的香柏樹, 直到牆上長的牛塞草, 由港論飛琴走秀, 昆蟲水族。 天下列王,聽見所羅門的智慧, 就到差人來聽他的智慧話。 就連斯巴雷王, 都因著所羅門善於解謎, 以得意從遠處慕名而來。 列王記上十章一字八節。 斯巴雷王, 聽見所羅門引耶和華之名所得的名聲, 就來要用難解的話示問所羅門。 跟隨他到耶路撒冷的人甚多, 又有駱駝, 駝著香料, 寶石, 或許多金子。 太來見了所羅門王, 就把心裡所有的, 對所羅門都說出來。 所羅門王將他所問的都答上了, 沒有一句不明白, 不能答的。 斯巴雷王見所羅門大有智慧, 和他所建造的公室, 直上的珍修美美, 群神分裂而助, 博人兩旁是立, 以及他們的衣服裝飾, 和酒精的衣服裝飾, 又見他上耶和華殿的台階, 就差異得神不守舍。 對王說, 我在本國裡, 所聽見論到你的事, 和你的智慧, 實在是真的。 我先不信那些話, 及至我來親眼見了, 才知道人所告訴我的, 還不到一半。 你的智慧, 和你的福分, 遇過我所聽見的風聲。 你的神子, 你的博人, 尚是立在你面前, 聽你智慧的話, 是有福的。 由此可見, 神是有意去隱藏萬物的原理, 好讓那些, 擁有王者級數的智慧人, 能夠拆清謎題, 在神面前, 贊取君王的榮耀, 成為獎勵。 除了萬物的原理, 被神刻意隱藏, 成為一個又一個的奧秘之外, 聖經本身, 就是一個神章是隱藏的例子, 因為聖經裡面, 四處都充滿著眾多奧秘。 令脈圖無理。 約2000年前, 主耶稣有部分在地上分享的教導是以比喻方式分享 將神的話語隱備成為謎題 目的就是攔作那些驕傲自大 油蒙了心 耳朵發尋 眼睛閉著 在信仰上停止謙卑受教 停止改變 亦不珍惜屬靈福分的人 即使他們聽見神的話 亦不會明白 《馬太福音》十三章 十至十七節 門徒進前來 問耶穌說 對眾人講話 為什麼用比喻呢? 耶穌回答說 因為天國的傲備 只叫你們知道 不叫他們知道 凡有的 還要加給他 叫他猶豫 凡沒有的 連他所有的 也要奪去 所以 我用比喻對他們說 是因他們看也看不見 聽也聽不見 也不明白 在他們身上 正應了以塞雅的語言 說 你們聽是要聽見 卻不明白 看是要看見 卻不曉得 因為 這巴聲由夢了心 耳朵發尋 眼睛閉著 恐怕眼睛看見 耳朵聽見 心裡明白 回轉過來 我就醫治他們 但你們的眼睛 是有福的 因為看見了 你們的耳朵 也是有福的 因為聽見了 我實在告訴你們 從前有許多先知和異人 要看你們所看的 卻沒有看見 要聽你們所聽的 卻沒有聽見 又例如 神指耶穌基督 將要藉著同女懷孕 降生成為人 成為一個血肉之身 住在世人之中 這一個 就是舊約一直隱藏的傲備 提摩太前書 三章十六節 大哉 經錢的傲備 無人不以為言 就是神在肉身顯然 被聖靈清義 或作 再靈性清義 被天使漢見 被傳於外邦 被世人信服 被接在榮耀裡 而主耶穌基督 將要交在人的手裡受刑 釘在十字加上 這一點 即使主耶穌親口預言了 但是門徒仍然是不明白 對他們而言 這是一個謎題 他又不敢追問這個謎題的意思 《勞教福音》 九章四十三至四十五節 眾人都察以神的大能 大能 或作威榮 耶穌所作的一切事 眾人正稀奇的時候 耶穌對門徒說 你們要把這詩話存在耳中 因為 人只將要被交在人手裡 他們不明白這話 意思乃是隱藏的 叫他們不能明白 他們也不敢問這話的意思 過林多前書 二章 七至八節 我們講的 乃是從前所隱藏 神奧秘的智慧 就是神在萬世以前 預定是我們得榮耀的 這智慧 世上有權有為的人 會有一個知道的 他們若知道 就不把榮耀的主 釘在十字架上了 另外 按著神的預定 非以色列的愛邦人 將要成為神救贖計劃中 一個主要的角色 這一枝野橄欖 將要得救 並且被神接上 成為新約教會 甚至 這一個 亦是一直隱藏在聖經中的謎題 和奧秘 羅馬書 十一章 二十一至二十六節 神既不愛惜原來的之子 也必不愛惜你 可見神的恩慈和嚴厲 向那跌倒的人 是嚴厲的 向你是有恩慈的 只要你長久在他的恩慈裡 不然 你也要被撼下來 而且 他們若不是長久不信 仍要被接上 因為 神能夠把他們重新接上 你是從那天生的野橄欖上撼下來的 尚且亦著聖德 接作好橄欖上 何況借本樹的之子 要接在本樹上呢? 弟兄們 我不願意你們不知道這奧秘 恐怕你們自以為聰明 就是以色列人 有幾分是硬心的 等到外邦人的數目添滿了 於是 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 如經常所記 必有一位舊主從聖安出來 要消除雅各家的一切罪惡 除此之外 正如神偉亞當預備了新婦夏娃 同樣 神偉末後的亞當 即主耶穌 亦預備了一個新婦 就是教會 這也是自古以來 隱藏在聖經中的謎題和奧秘 以佛所書 五章 三十至三十二節 因我們是他身上的肢體 有古卷在此有 就是他的骨 他的肉 為這個緣故 人要離開父母 與妻子聯合 以人成為一體 這是極大的奧秘 但我是指著基督和教會說的 另外 關於基督徒被提 當浩童末次吹響的時候 基督徒 都要得著拳柄 身體都要改變 而擁有一個復活的身體 能夠被提到神的寶座裏面 原來 這個也是神隱避了的謎題 哥林多前書 十五章 五十至五十三節 弟兄們 我告訴你們說 血肉之體 不能承受神的禍 必扭壞的 不能承受不扭壞的 我如今拜一件奧秘的事 告訴你們 我們不是都要睡覺 哪時都要改變 就在一閘事 雜眼之間 浩童末次吹響的時候 因浩童要響 死人要復活 成為不扭壞的 我們也要改變 這必扭壞的 總要變成不扭壞的 這必死的 總要變成不死的 甚至 啟示錄關乎世界末後的預言 原來 都是神刻而隱避 充滿著一個 接一個的奧秘 和迷體 由於新約的使徒保羅 成為了新約教會最偉大的使徒 所以 他能夠擦清 一隻隱藏在舊約聖經裡面的奧秘 《葛羅勢書》一章二十五至二十七節 我照神為你們所接我的職份 作了教會的執事 要把神的道理 存得存備 這道理 就是歷世歷代所隱藏的奧秘 但如今 向他的誠途顯明了 神願意叫他們知道 這奧秘在外邦人中 有何等風聖的榮耀 就是基督 在你們心裡 聖了有榮耀的盼望 從上述可見 自從人類有歷史以來 神是從未停止過 蘇祖叔神要王者 就好像舊約的旦以來 約失 和所羅門王 又或者在新約中 得著冠冕的使徒保羅 然而 不論是舊約的預言 節旗 或者是新約的啟示錄 都預言世界的末後 是一個得著冠冕 成為王者的時候 至於所有能夠得著冠冕 成為王者 擁有君王榮耀的人 都必須擁有能夠將事拆清的能力 得以拆清神隱藏在萬事萬物之中的奧秘 既然 神刻意將萬事萬物隱藏起你 所以 人需要裝備神的七靈 就是神的七眼 人需要結出聖靈的果子 各樣優美的性格和內涵 並且認識犯妻的教導等等 才可以打開神的七眼 騙察全地 和擦清各式各樣的謎題 正如2012榮耀盼網信息 拆解了上至天文 下至地理 現金經濟 政治 軍事 教育 以及各式各樣的陰謀 只要打開神的七眼 人 才可以解開謎題 當人能夠解開愈多的謎題 這個人就會愈備高聲 能夠成為神終極的王者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